朋友们大家好 看云干看七五一年 今天在采洋再来一大把枸杞鸭肥来 跟大家分享一口 清干明末 珠关瘦落枸杞鸭汤 南方人都喜欢喝 要做到好喝不行需要一点技巧哦 耐心看完 你就知道哈 先把这个枸杞鸭洗净 这个也很装 要多洗几次 先把这个珠关切一下 来 珠关切片 不要切那么厚 切薄一点 切好后用盘子长起来 备用 这个瘦肉切一下 我买的这个是腰梅肉 这个腰梅肉是很脆的 特别是小孩子吃 我经常就买这一块 这一块肉 煮的小孩子就很嫩很脆 瘦肉切片 猪肉啊 猪给妈妈吃的呀 切好后长起来备用 先把这个切好的珠关洗一下 放点盐 放点清水 炸 炸了这个血水就马上就出来了 很多人都说这个珠关很鲜有异味 你这样子洗的珠关 就没有异味了 水不要那么多一点点水 再把它搞掉 再放一点水 再把它清洗干净 这样子不是很干净了 你看 就没有些水了 这样洗出来的珠关就不腥没异味了 多洗几次 让它炸到一块水分 珠关瘦肉 调一下料 放点盐 一点淀粉 一点的胡椒粉 去腥味 一点生抽 姜丝 然后用开子 伸到一个方向 搅拌 拌匀了 放点私用油 防止下锅的时候粘连 再把它搅匀就可以了 拌匀了放一点备用 水快辣 把这个瘦肉煮干 这样放下去 搁这道汤清干明末 最重要的 好喝又简单 勾起油放下去 各式调味 放点盐 适量的鸡筋 勾起 好了马上干剥吃光 哇 好酱啊这个汤啊 好鲜美的营养汤啊 口感吃起来 珠关瘦肉很嫩法 又热又青菜搭配 营养丰富 最重要的 好吃又简单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点个赞 鼓励一下吧 感祝我 为你更新 更多家常美食 我感谢你... 我来说